我在老挝坐十多个小时的大巴去捡一下边境 和陌生人挤一张床 车上的环境让我想起了卖猪仔的场景 深夜走在没有灯光的小路上 北方的雷暴仿佛预示这趟旅程并不会太顺 不知道这趟惊醒会这个旅程会有什么在前方笨在里 我看看他还没有呼吸先 我联系了猜坝晚点去酒店接我坐大巴 离开之前最后在万象吃顿好的 吃饱了好上路 今天去吃一个本地老挝人推荐的店 这家店是万象最火的果汁店 鲜榨果汁非常出名 70元 70元 这家店的果汁也是非常蛮好吃 然后可以直接在他们的身上点 老板娘也挺好看 鸡肉三明治 点了一杯果汁 然后总共加起来是7万28块钱 像普通的一顿饭 你去那种路边吃的话 大概两万左右 一两万就可以吃一顿饭 这个是我在老挝万象吃的最后一顿饭 然后一会儿就要坐夜间大巴去巴塞 上车之前吃得很好的 一个人在东南亚旅行了一个多月了 不知道为什么 第一次在离开一座城之前觉得情绪低落 OK see you Let's drive 没有了之前出发前的好奇和期待 变得有些麻木了 甚至拆吧让我上车的时候 我也没有付费司机的身份 车辆信息 直接就上车了 to the bus station yeah 好准时啊 说6点钟来接我 就非常准时6点就到了 拆吧又接了几个人去车站 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背包客 坐我旁边呢是个法国的妹子 也是独自在东南亚旅行 巧的是我们都坐同一个大巴去同一个地方 I think we need to change the ticket 然后我刚刚在这个迷你巴士身上认识了一个 这个布鲁赛尔的女生 她也是跟我一趟车去巴士了 但我们的床位是分开的 还有就是那个大巴士上面会有一些床位是 两人床位 就可能随机你会有一个床友 跟你一起拼床 所以挺有意思的 希望一会儿睡我旁边的不要是个扣脚大汉 这个老外看起来好嗨啊 因为我是在酒店订好车票 所以现在等拆吧去换票就可以了 这两个老外应该是自己过来买票的 然后这个车是8点钟开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小时就在这个后车大厅休息一下 这个车站还是挺现代化的 然后比较干净整洁 不像之前在印度去的车站 地上都是顺利的 现在是晚上7点不到 然后到这个万象的北部汽车站了 这个北部汽车站离市区还是有段路的 然后刚刚我们从市区做那个小巴过来 花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然后因为可能是下班高峰期吧 车还是有点堵的 如果说你是直接在这个车站的站台买票的话 我刚看了一下是29万一张票去到巴塞 但是因为你从这里市区来这里有点远啊 我看那天过来的话 你光打车可能都要差不多七八万左右 自己过来的话可以省一点钱 但是省不了多少钱 你就省个两三万吧 所以我是直接在酒店的前台那边订了个票 三十八万 然后包接送 其实还挺好的 然后那个司机还挺负责的 下车帮我们去取了这个车票 预期今晚这个十多个小时的大巴之旅 会是一段比较痛苦的旅程 因为它路上可能会有坏车呀之类的 所以我也准备了一些东西 买了一包零食吃的 带了一瓶大水 然后一个枕头 然后这个是贵重物品 自己随便携带 然后行李的话就放到行李架上去了 它这个车站还有一个很大的超市便利店 因为晚上基本上都是过夜的长途大巴 所以大家都要在这里买点零食 然后我要找一下我的车牌 我的车牌是四个 找一下我的车牌在哪里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做的国际大巴 不然长途大巴了 四个二 它的灯光非常的酷炫 啊 这个是卧铺 环境好像还不错 这个车装满了氛围灯啊 看起来还挺带感的 像夜店一样 我后面的这个就是这个 到巴士的长途大巴了 车看起来条件还是不错的 然后它的床是这样子的 一个床位可以睡两个人 所以就是你一会儿在车上 可能会随机有一个床友 然后我发现这边的大巴的灯光 都非常的酷炫啊 其实这里有非常多的国际大巴 像这个大巴上面还有两个吉祥物 这边的国际大巴有到越南 河内西贡的到柬埔寨的都有 基本上都是那种卧铺 他给了个带子用来装鞋的 Excuse me Do you know this C number A3 POP? OK 国宅 哦 它还有二层啊 哦 我的还是在顶楼啊 在二楼 哦 我的还是在顶楼啊 哇 哎呀 哎呀 鞋 我认识我们 A3 对 OK 继续 好 为什么不是美米 但我也不知道 我认识我们和他一楼 我认识那时候 那时候我来到大巴上 我也觉得 等一下? 有两个部位 我认识我认识 我认识你呢 这点是很奇怪的 它是很奇怪的 但是我们会状怨 我们要继续 我认识 很棒,我想是可以艱封身,不是太胖,但是我一本就好 我想你一人是很大的一位 我走到县县 我可以得到县县县县了 但是我可能是鞋骑到县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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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你要跑去县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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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程 啊,你可能是我的县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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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 and then change to the same way I get there and then I get another bus to Wow that's like 20 more hours journey Oh it's a 22 hour journey Yeah yeah too long time bus But it was cheaper than taking a flight so I'm not sure I think is it full Maybe it might be I don't know maybe if it's I think it's empty I can If it's empty yeah Yeah If it's not empty I don't know We make it work Okay Like we can face our way from each other Nice It's okay it's not a problem at all Yeah But yeah no one did tell us that We'd have to share one with Nice view here Nice view yeah You got curtains over Okay Oh no curtain ahead Damn man We've got plugs though No curtain ahead No curtain ahead We will get sunburn tomorrow morning We wake up when the sun is rising First sunrise First sunrise First sunrise We wake up for life Juli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slept with a strange guy Hahaha You know Same person Hahaha I slept with a strange guy Yeah I slept with a strange one Here's my sleep I slept with a long beach I slept with a new bed Sp common I can Skype I slept with a new bed I slept with a new bed I slept with a new bed You can see that The honored I slept with my bed Is it I slept with a new bed Anda 我这个床我这个位置是在车头的位置 然后这里有两个大天窗是没有床的 所以明天一早直接就会被阳光射醒 我了个天啊 不知道为啥旁边的大哥一个人一条床 我这两个人 现在等八点开车 车上的话会送两瓶水 然后有毯子 有一个枕头 所以我只是问问为什么他在单身上 对对,他送两个机票 这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了吧 然后停在了一个类似服务区的地方 这个就是今晚跟这个英国小哥 又是英国人 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这次出来老是碰到英国人 我在想一个急刹车可能就把我贴到前面的挡风玻璃上 这应该是个服务区吧 还是在这里休息一下 这个就是大巴车上的厕所 就这么一点大的地方 一个马桶 然后一个沉水的水桶 在这里上厕所的话我站都站不起 因为这个太矮了 我都要歪着头这样上 晚上十点多 车上很多人都已经睡着了 关灯了 现在准备回去睡觉 到这里 我们在哪里 今晚点已经睡觉 成天再写睡觉 大侦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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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大家早上好啊 我终于到巴塞了 在大巴车上摇了整整12个小时之后 我终于到巴塞了 还算顺利 没有出车祸 就是半夜的时候撞死一头牙 耽搁了一下 然后车别坏了 其实昨晚在车上的整整12个小时 基本上是没怎么睡的 因为全程走的其实是类似于国道的道路 因为老挝这边是没有高速公路的 它路况也一般 有比较多的空洞 所以走起来比较颠簸 再加上我旁边的那个大叔 那个英国小哥倒挺安静的 然后旁边有一个本地的大叔 一直打呼噜 那个大叔很有经验 他买了两张票 所以他可以一个人睡两个床位 他就睡爽了 然后把我们吵都睡不着 今年依旧没有旅行计划 我刚刚下车的时候 赶紧订了一个酒店 现在去酒店里面入住 看现在 因为现在才早上9点钟 不知道那个酒店给不给我入住 如果给的话 我就先睡一觉休息一下 真的还挺累的 两个女室友跟我一起等入住 我一会儿先睡一下 他们的路线刚好跟我相反 他们刚从柬埔寨过来 准备逛老窝 睡醒在探索这个边境城市 现在刚到酒店这里已经订好了 然后他现在还在收拾房间 还在等他收拾房间 收拾完就可以住进去了 老板还挺好的 现在早上9点不到 说可以先让我入住 然后今天感觉整天都要下雨 所以先休息一下 然后下午再看状态 然后看去哪里 好 好